Hello 今天是幾點啊 今天我錄的比較早 因為呢 你看外面還有 看到天光嗎 所以 我今天開了一個會 很長的會 大概四個小時的會 有點疲乏 耳朵 有點累 但是無論如何呢 還是會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 這首歌叫做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的意思呢 就是堅持 當你有一個目標的時候 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你就堅持朝那個目標進行 有一天你一定會成功 因為在我的心裡面呢 有一句名言 一整句名言 很長的哦 注意聽哦 努力呢 未必是會出現奇蹟 可是 努力之後呢 一定會看到成績 這個是我最近 有一點體悟到的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 那也給自己很多很多的鼓勵 這首歌呢 從頭到尾呢 是在2000年底的時候寫的 因為我在2001年11月7號的時候發片 那這個時候呢 已經 已經 開始要當歌手了 開始緊張了 為什麼會當歌手 毫無準備 那那個時候呢 就寫了好多好多的歌 我第一次我來到台北的時候呢 是在2000年 正式來台北住的時候呢 大哥租了一個房子給我 大概有10坪 10坪的公寓 那 我記得那個房子裡面呢 只有冰箱跟單人床 那後來呢 在我的第一張專輯裡面呢 我也寫了一首歌叫 《單人床與冰箱》 是有感而發的啦 就是看到什麼 其實我是一個蠻寫實的創作歌手 因為無論我看到什麼東西之後呢 我都會把它寫下來 就是很 我看到的 跟你看到的 後來看到的 在歌詞看到的 是一樣的 我可以寫到這樣子 然後在我的第一張專輯裡面呢 這首歌我即將 接下來要唱的這首歌 叫《從頭到尾》 這首歌是收錄在那一張專輯 第一張專輯裡面的最後一首歌 為什麼我們當初會放在最後呢 是因為它是一個開始 也是那一張專輯的結束嘛 無論是那一張專輯的結束之後呢 我覺得我會展開一個 一條路 一條明亮的道路給我 我覺得這個大哥是非常有心的 在我的專輯裡面呢 有一些構思 有一些想法 那這一張專輯呢 我們投了大概 接近四百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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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錄音器材呢 那個年代啦 2000年的時候 沒有太比現在先進 所以很多東西呢 都是analog 都是比較原始的 錄音 錄吉他 都是非常昂貴的樂手 那我們東奔西跑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加拿大 去錄音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我非常幸運 有這樣子的一張專輯 後來大家都會覺得這張專輯 是很神奇的一張專輯 非常有感情 創作很棒 而且是非常有誠意的一張專輯 所以這張專輯裡面 雖然是賣得最差的 在那個年代裡面 但是對我來講 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意思的一張專輯 非常昂貴的一張專輯 讓我當時認識了這麼多的工作夥伴 我們的同事 然後大哥還有靖茹 也有先生 在這張專輯裡面叫很自然 就是另外一首歌收錄 在這張專輯裡面 所以其實我想藉由這個視頻 跟大哥說一聲謝謝 因為我還沒有正式的 跟大哥說一聲謝謝他 因為他 我才有今天的一節旗 然後很感動 還有這把吉他 大哥送我這把吉他 後來我寫了很多很多的歌 第一張專輯 第二張專輯 第三張專輯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人的歌 我都是用這把吉他寫的 所以在這裡我衷心謝謝大哥 再陪我 然後還有給我一條這麼棒的 音樂創作這條路 然後呢謝謝大哥 送我這把琴 我會繼續努力 祝他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我們來聽這首 從頭到尾 堅持自己的夢想 我現在也想要 然後我現在想要 你走 在地球 另一段泥在等候 電話通你的聲音 很寂寞 能怒不再能負荷我的失落 一箱聽手 琴歌都起不成熟 你的衣服 你來探望是留在我的衣櫥 雖然日子短暑 也足夠構成一張圖 我從頭到尾都有 想你不眠不休 黑暗圈也是種拯救 愛情不是常常有 有時可以不可求 這次我不再放過 在地球 這一段我在等候 天花通對方的你 我想你 能怒不再能負荷我的憂愁 一箱聽手 琴歌都起不成熟 你的衣服 你來探望是留在我的衣櫥 雖然日子短暑 也足夠構成一張圖 我從頭到尾都有 想你不眠不休 黑暗圈也是種折露 黑暗圈也是種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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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不是常常有 有事给予不可求 这次我不再放过 不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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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烂 无聊耶你 我们特别来宾 我们的特别来宾 弟弟打那个tamburin 谢谢弟弟 谢谢 拜拜 从头到尾 I love you